確實有錯 負責人使總監出面致歉 坦言當時外包的行政人員剛好有調動 沒處理好勞保 而公司也沒檢查 責無旁貸 那我們虛心受降 那我就是以他希望他拿到金額為主 補給的勞保費用和工讀生認為的有落差 使總監澄清是試算方法不同 後續已經把錢匯還 只是為何行政人員是外包的 其實就是因為這種類型的新媒體營銷公司 通常走專案制 以這間公司來說 內部員工含工讀生和老闆自己 加總起來不到10人 專案人員多工制 大多從事企劃顧問拍攝後製等工作 這個行業現在有很多人是 他會掛保在工會 然後他會去很多公司去承作案子 他這樣的收入其實會比在一間公司高的 石總監說他的公司已經經營11年 過去從事網路社群行銷 現在轉型以製作短影音為主 而這類公司賺錢型態就包含 業配商業合作找頻道幫錄出 或幫公司商品服務用短影音介紹 以及當顧問幫企業上新媒體營銷課程 小公司來說接一次案最少5萬 中型公司20到50萬 大型公司一次就可能賺100萬 只是入門門檻也低 只要會後製剪片用手機拍 以及想企劃就能自己接案 因此不少年輕人選擇自己創業 導致營銷公司也缺工 賺錢快需要動的腦力也多 要在短影音鴻海中脫穎而出 後製和企劃功力成為重點 TBS新聞小講張惠仙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記得下載TV